這個遊戲叫做莉尼布格 然後目前只有DEMO 史廳上面有喔 主要的任務是活得越久越好 你需要仔細的聽怪物 跑在哪裡 還有試著 你要把怪物的窗戶關起來 DEMO是沒辦法過關的 他故意做成不能過關 沒有 DEMO 還有二樓 這麼大怎麼全部 這怎麼可能全部顧得住啊 欸幹 欸幹 他都跑進來了 這房子 媽的比你的屁股還大 你怎麼可能過得住每一扇窗 那他跑進來之後我要怎麼辦啊 趕不出去啊 而且那個狼怎麼做得那麼像那個誰啊 雷可惜喔 搞什麼毛啊 好 好 幹 哇靠北 蛤 我要關窗子呢 欸 等一下 我怎麼每次都活個幾十秒就死了啊 而且他進來的點怎麼都 怪小怪小的 那我從這邊關可以吧 那我從這邊關可以吧 他雖然說DEMO是不可能是過 不可能過關的 可是這也太刺激了吧 超北極的 反正我拖越長我的分數越高是不是啊 我就站在這邊 當個隱形人 就像你們在團體活動中 都被大家當成隱形人 肥宅自帶隱形技巧 所有的女生都看不見你們 DEMO是展現遊戲品質是沒錯啦 他的這個機制 我覺得應該要做得再輕鬆一點 要不然你怎麼知道你到底在玩什麼東西啊 然後一出來就 欸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抓 你過去 沒看到任何東西 那你就死了 這遊戲如果出來玩真白要不要玩玩看 難度應該會完全不一樣啦 他只是讓你知道說這個流程是在幹嘛而已啦 不可能那麼難啦 怎麼這麼難怎麼玩 我先玩喔 可是他竟沒有錢錢怎麼買啊 蛤 怎麼辦啊怎麼玩 你們說說 我先關掉啦 這個DEMO感覺也沒什麼啦 普普通通 這個遊戲叫做 工作場所 工作場所沒有任何一個人 沒有人的工作場所 好文青喔 這個公司沒有人 這座城市 沒有屁眼 我覺得這開頭做得不錯欸 雖然是很簡單的那種 3D圖 感覺好像還不錯吧 開個任務在決鬥那個下雨場景 是不是 這個 叫我好難超重 欸 先看主角長什麼樣子 那個是戴口罩還是鬍子啊 嘿嘿嘿 欸這可以一直往前跑欸 跑到最後我要是走不回來怎麼辦 克拉克肯特 嘿 這個人物的造型好像看什麼 黏土洞還是什麼東西有看過 哪裡啊 這到底在幹嘛啊 這遊戲沒有任何的主題嗎 他上班的地方沒有任何一個人呢 他幹嘛來上班 蛤 你在哭欸 殺小 被扶 被扶 被扶到 經理 他們全部都死了 死了 公司破產 這遊戲這麼無聊喔 公司破產 他媽到底要往哪邊走啊 公司破產 就換個工作啊 就在那邊靠北喔 哈哈哈哈 有沒有很 很積極 電話 不要相信經理說的 趕快 離開這個地方 快跑啊 那為什麼我要相信電話說的啊 是莫菲斯打給我的啦 幹怎麼有人在這邊啊 你們看不看 看不看得到 經理 他怎麼在我前面 你一定要待在這邊 要面試工作 跟我來 哪個地方啊 欸 他往前走了 他都倒了還要面試個屁喔 欸 有人嗎 痾 垃圾點啊 每個人怎麼都好像做 差不多的事情 他們的畫面是青海爭霸吧 呵呵 剛剛經理在那個房間 怎麼一下又變到這個房間 然後 又恢復正常了 對 衛服 穿過 通過那扇門 這裡啊 呦 蛤 欸他們怎麼都被送進去啊 啊我剛剛 不小心沒有站在輸送袋上面 然後我就卡在這邊了 我人沒上去呢 欸 那眼神要下 欸欸 重來重來啦 搞什麼 喔 繼續玩好好的站上運輸台啦 要不然遊戲都不會進行 走上這邊之後我的人是直接不能動的 剛剛完全是卡在外面了 還沒有想過有人會這樣玩 還沒有想過有人會這樣玩 這到底是要幹嘛 割韭菜囉 是喔 我不是來面試工作的嗎 我不是來面試工作的嗎 蛤 他不就上班還要怎樣 你了 檢查屁眼有沒有帶毒品 蛤 蛋快跑啊 北七喔 你殺小 蛤 他是 意思是說進了公司當社畜的人 就等於是把自己的腦子給丟了 然後 照著公司的指令做 所以他裝了一個 公司腦給你喔 三小啊 鹽是什麼啊 我只需要服從的腦 最笨的腦 欸 這不是經理嗎 海夫 太完美囉 哼 每個人頭都被鋸掉 然後換上了新的腦袋啦 蛋 對管理層來說啦 他需要的員工就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意識 意志 然後什麼也不講 反正就是工作就對了 因為你在一個體制下面 你不可能說完全都 照著自己想做的做啊 老闆叫你去打草這間廁所 然後你可以拿到錢 然後你不可能跟老闆說 我不要打草這間廁所 但是你還是要給我錢 不可能啊 蛤 所以說他遊戲說 這個地方沒有人 他的意思是說 沒有活人啊 全部都已經變成 替換成機器人了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 蠻分game的 我們還是不要討論太多好了 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 追逐的 東西 被追逐的 蛤 蛤 W 加速 往前跟減速 動作快點啊 暴風雪要來啦 這是在幹嘛 不要掉下去 QE可以 Oh shit What the fuck 你的工作很簡單 就只是讓我們到達目的地而已 他就 抬起來啊 不然捏 這整片冰天雪地的地形 一直在改變 但是我記得路線 上啊 欸 我沒有操作 他怎麼自己走起來啊 這從頭到尾都一直摔車 你這個笨蛋 扶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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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那個是 那個 定毛啊 像那個毛一樣的東西啊 這個很難欸 這狗狗是不太受控的 這不是在開賽車欸 他一定會上車啦 過來一點 而且我們只會賽車 從來沒開過雪橇啊 你最好震作點 好啦好啦好啦 喔他會喝水欸 我們這趟旅程到底是要幹嘛啊 看看狗狗可以嗎 因為我覺得我馬上走錯地方欸 我們有夠心酸 這是哪裡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這遊戲 這真的玩不下去 有耐心 人類與大自然就是這樣子對抗的 幹 我他媽才坐上來就倒 欸我怎麼又跑到這麼高的地方啊 這裡面下面一點啊 喔喔好像順利囉 我第一次五秒沒摔車欸 欸一定是這邊的啦 喔我學會了我學會了 謝謝謝謝謝謝 順利了一點順利了一點 順利了一點 欸欸欸欸 笑沙小 你最好給我看前面 哼哼哼哼哼 這狗狗好越野喔怎麼搞的 這狗真的那麼屌嗎 好我們來到平地了啦可以了可以了 我們這個旅程到底是要去哪裡 欸他沒有講欸 他就說有暴風雪欸 是這樣而已 有音樂了欸 痾...小屋應該就在附近了 好 避難小屋 痾... 如果小屋還在那邊我們馬上就會見面 再...再度相會 這樣什麼 出事了阿伯 出事了出事了 欸到了嗎 這種地方怎麼認得出東南西北啊 呦 丟 欸 我是...雪橇車的...向導啦 等於是帶他來這個地方這樣 旁邊還有一堆奇怪的綠色蘑菇可以撿來吃 我生怕他不想付錢 一槍衝我後面把我斃了 你們覺得呢 好喝 你的尿 我進屋子之後 這家伍是... 來打獵的還是什麼 我等於是他的雪地向導 在他...在他到... 山中的山屋之後 我就走了 等下次再來載他的阿 他是來獵狼的啦 欸真的是狼欸 我可以看到他很近然後避他嗎 這遊戲有那種逃跑機制嗎 這不是我家的雪橇拳嗎 欸...狗狗乖乖 狗狗乖乖 狗狗乖乖 我差點就把他斃了 走走走我們走 還有另外一隻欸 他媽的誰打我阿 幹是後面還是前面阿 好像是後面 他打到他的獵物了欸 他打到他的獵物了欸 可憐的記憶 這些就是他的狗狗阿 他是狗狗走私了 然後出來找狗 但是有人卻對他一直開槍 可能是把他當成獵物了吧 這是他的回憶 沒錯沒錯 真是個可憐的動物 真是個可憐的 獵物 差點要被毀了 讓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 這邊還有更多的獵物 之類的 欸 打死了不弄喔 怎麼那麼浪費阿 內障去肉拿回去阿 衝到小 這打爽的欸 搞什麼阿 這傢伙真是享受 殺動物的快感而已吧 他叫我們直接走欸 可是他是父親親我當向導 所以我是沒辦法說什麼 我到最後會不會 因為 他亂殺動物然後一槍把他斃了 這裡真是塊 寶地 你不了解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阿 但是我可以教你 嘻嘻 我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欸晚上了 欸晚上了 恩 他覺得這次旅程還會打到更多獵物吧 情況會更好 不是阿 我到底跟他打了也打幾天阿 你對我來說 會有很大的用處 然後我 對你來說也是相同的 我們可以互相幫忙 欸他人咧 啊咧 欸 我現在是回歸祖靈的擁抱嗎 那個獵人咧 我不能動 蛤 什麼意思阿 我是把他幹掉了喔 他是一個貪得無厭的獵人 然後我是一個 尊重自然的人 然後我把這個獵人給幹掉了 帶去欸 他說即將推出欸 我覺得這個故事好吸引人喔 可是想看完 但是這只是一個demo欸 主角只是一個尊重大自然的人 然後看到他殺獵物只是為了純粹的刺激 就是獵殺殺戮的快感 主角大概就不爽了吧 甚至 我覺得那個做雪橇人殺到最後不滿足 他要把那些 雪橇犬 還有這個主角向導 就全部都獵殺 全部殺掉 他享受殺人的快感 被關掉了啦 這個真的只有demo而已 不知道會不會出 可能會吧 大概 不會吧 不知道 為了 他要多了 就買了 他就買了 他就買了 要多了 自己的手 就買了 那